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过你办公室 他们说你在家里 今天早上 市长办公室有朋友打电话给我 建议我 不要去上班 原来是这样 公安来以前 你快走吧 被看到跟我有关系不好 我是一个贪污官员 唉 待会被带走 请给我留点颜面 我来向你道歉的 我没想到 带那个美国人去见你 会把你连累成这样子 起码到了牢房 我就不用再听到我老婆的声明了 那你呢 你回去教书了吗 是的 虽然 华窗开了 说我行为 不理性 幸好 大部分的学生 都没有跑掉 你本来就是个好老师 好好的怎么去做生意来了呢 你听说过 马德森文斯顿博士吗 当然听说过 他就是那位研究汉学的世界权威嘛 非常出色的一个人 我以前是他的学生 是吗 他年纪现在应该不小了吧 其实上 还住在北京 去年 我去看过 马德森文斯顿博士 他一个人住在那小公寓里面 等着什么人给他一份工作 那么自己的人生是否白过 主长 我不要变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中国长城 中国的万里长城 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虽然没有达到他防御外敌的使命 也就是当初建造他的原因 但是呢 为了建造里面的一砖一石 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的心灵 这些骨头呢 长期埋在地下 成为长城的一部分 这可能也就是你跟我的命运吧 不是吗 注定被埋在这大建筑形 一旦呢 一旦呢 想到这里 你让我觉得 你终于有点像中国人了